2022年五顆星 2022年 我覺得真的是五顆星 因為其實我一直覺得 自己都很幸運 從 從原來一家人 然後翻牆的記憶 到女賓日記 然後到女賓寶島 對 因為臉不太貴 今年2022年是 機制校園生活 然後又接著加油喜事 這樣五 六年了吧 對 所以我一直覺得 那妳應該 我的工作 根本沒有時間花錢 有可能 因為我們拍原來一家人 培養了就像家人一樣的感情 然後那個時候就是 大家又很開心 然後又吃好多 每天都有下午茶 妳越來越漂亮 我覺得真的 真的很敬意那些 然後戲又越來越好 好 加油 加油 我真的是加油喜事 我很期待加油喜事 看看這個表現 然後戲錄完音就確診 很好啊 對啊 剛好 就是我們為了加油喜事 我跟小韓去錄音一首歌 然後錄到一半我就開始說 好冷 好冷 一直在跟工作人員講 然後導致 他們把所有的冷氣都關掉 讓我進去錄 然後外面的人都在流汗 然後我回到家那一天就發燒 然後就確診 然後我還打電話給小韓說 我說 妳要回家注意一下身體健康 然後之後她就說 沒事啦 我抵抗力很好 然後就隔三天就說 我也不行 好 你看 她是不是很難 她是硬想 想一個就是東西出來 就感覺全部都很好 因為確診大家都有確診 可是她很幸運 她是錄完才確 對 就是說她以前 就是我覺得 而且你有沒有想過 她連續工作六年 可以趁著確診 好好休息一個禮拜 而且她這麼後面才確診 也不用隔離 真的很不舒服 對 但是 對啊